明天到了 有很多水果都是當作的 其中一樣就是車梨子 今天就是因為我在 我叔叔家裡 摘了這麼多車梨子 既然有這麼新鮮的 有機的車梨子 因為在家裡種植 我們不如做一些關於車梨子的 東西吧 我今天介紹兩樣的 一個是用來做 車梨子果醬 另一個是用來做 酒漬車梨子 我們看看有什麼要做 首先 看看車梨子 如果用酒 做酒漬櫻圖 即是車梨子的 我會黏著核 一粒粒出來 就會更漂亮 所以我會選一些 大粒小小的 車梨子來做 而且每粒車梨子都細心地看 我們要摸下去 它是比較實 完整 如果車梨子 有些位置是 好像這個 這樣 這樣 我就拿開 我就不做了 我就不用了 這樣 好像這個是完整的 很漂亮的 我就可以用來用 這樣 整盤車梨子 你都要仔細地 逐粒逐粒 去看清楚 如果有些 不漂亮的車梨子 我就先把它拿出來 這樣拿出來 這一盤 其實我昨晚 已經逐個逐個看了 是 做好了 然後 接著有什麼要做呢 第二件事 就是我會再選 哪些車梨子 我是用來做果醬 果醬車梨子 我多數會是去核 而且會切比較小 切碎 所以 我就算 那些車梨子小 也沒有問題 如果 是 走織櫻桃 這樣 最好 就是 選擇 大顆 現在 我就開始 自己分開 去哪些 我們 一會 再回來 我分開了兩盆 車梨子 一盆 這麼大盆 是用來做果醬 這盆小的 是用來做 走織車梨子 現在 我就要看它們 到底有多重 為什麼要磅 是因為 我們要做糖的比例 所以 我要知道它有多重 我才知道自己要加多少糖 首先 放了這個 這個大約 500g 左右 接下來 放了這個 1,4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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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記住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下一步 然後 然後 就是 現在 嗯 首先 我 預備了那個 酒織櫻桃 這樣 這裡 是500g 1,4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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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車禮子已經洗乾淨 亦都吸水了 然後 我把糖 放進去 放置它在這裡 大約 三十分鐘 等到它慢慢 和糖 會慢慢 令到它有點出水 我就去擺開它 好 好了 到處理 果醬 那裡 這裡 大約 有1,400g 的 車禮子 然後 我就要去核 因為果醬有核 就不行 因為車禮子 嗯 核 即是太大顆 而這些 這麼小的車禮子 其實它的核 都不小 我們有什麼方法做呢 你可以 拿刀 切開它 然後拎開它 逐個逐個做 或者 就是用 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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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蛋糕擠花 的嘴 來刀開它 而我 自己本身 就是有一個 吸車禮子的工具 看看你的車禮子有多大 多少小 那這個 就比較方便些 因為我一吸 它的滑 就已經 脫掉了 那只可以 看看 果肉 在這裡 這顆 看到 它每次可以吸四個 然後反轉這邊 再吸 然後 逐點 逐點 這樣 吸 我現在 慢慢繼續吸 吸 全部吸 然後再做下一步 好了 回來果醬 那裡 我已經 把 1400克 那些 車禮子 把它 完全 去 然後 我再重新放過 它現在 有1200克 這樣 我的糖 你可以自己 調節 甜度 甜度 大約 就是30-50% 果醬 裡面的甜 重量 可以拿來做果醬 我現在用35% 大約 420克 糖 放進去 然後 我將車禮子 放進去 然後 就可以開火煮 慢慢煮 煮溶 然後我還要放 60克 檸檬汁 放進去 現在等它慢慢煮 現在 我現在要放進去 大約 1.5克 檸檬汁 我現在將60克 檸檬汁 放進去 然後 慢慢煮 可以像我一樣 這間一粒粒 或者 我待會要看看 它做出來的情況 是怎樣 或者可以打碎 你看看你自己方便 即是散油 是一粒粒 還是可以打碎 少少 我今次做這個 也不是很結實的果醬 因為這個果醬 我打算是可以用來 你可以擦麵包 或者是用來 淋在冰箱裡吃的 所以它 就會給平時 那些果醬 應該會稀一點點 我們現在看 如何慢慢煮 煮好這個糖漿 那些檸檬汁的檸檬 我都會放進去煮 待會再拿出來 它現在煮了十多分鐘之後 它已經很碎了 也是多了很多水分 現在我們繼續煮 煮到它是濃結為止 當煮糖漿 還在煮的時候 我們就處理那些瓶 我買了一些 容量是250ml的瓶 容量是250ml的瓶 我可以 把它消毒 放進鍋裡 然後用熱水煮好 你可以要過深水少少 我最大的鍋就拿來做糖漿 所以我就用一個小鍋 先試一下 然後再滿水 然後煮滾 煮一下 然後再灑上蓋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用其他的 可以用微波爐的方法 你們可以看回 我之前在人妻先修班 或者在Youtube頻道 你都會找到 再加做藍莓果醬 那一集 你都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那些瓶 所以我會用來做 煮了一段時間 大約半小時 它已經比剛才 淋結了很多 在這個時間 我可以拿出檸檬 你可以煮到最後 但是我想先拿出來 另外一直都看到 我們剛才那些 這個醬 旁邊 有些泡 這些泡 我們一會 都會 拿筋 撇走 這些都是雜質 我繼續煮 我到遲些 最後才會撇走 現在還未夠 它還未夠 稠 在這個時間 與此同時 我都說一下 這個醬 跟外面的果醬 有什麼不同呢 果醬 可能也會有些 是結實 或者有些 啫喱凝固狀 唯獨 是 車梨子 或者櫻桃 它的果膠 其實是不夠的 如果要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些 那些 哺喱泡 那些 櫻桃 裡面 可能會放 衣粉 或者 放 藥粉 或者 果凍粉 盛粉 可以令它 小心 日凝固 另外 其中做果醬 如果不夠果膠 也可以用 草莓 超級商場 買到的 一個 一包的果膠 去 幫它做凝固,增強它可以做凝固 但我這次不想加任何的材料 我只想要櫻桃、糖和檸檬 所以我只煮到它夠稠 但不是果醬那麼稠,我就已經收貨 如果想更加稠,可以加上果膠或魚膠粉 令它逆固 回來了,我這個醬已經很濃稠 比平常的果醬應該沒有那麼稠 可以淋在冰淇淋或乳酪上,就會很好吃 其實你也試試看 雖然不稠,但也不是太差 試過醬汁的時候,我已經碰一碰 它也很清晰 有條痕在這裡 其實它也不錯 現在我做好之後,就把它放入瓶 1,200克的果醬 我做到可以有3.250ml的果醬 然後就可以放在冰箱裡 然後就可以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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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可以放在冰箱裡 但要視乎 消毒的程序 做得好不好 有水入 如果沒有水入的話 這個醬也可以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如果有化毛當然要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可以放在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你們試一下吧 接下來我們做酒漬青 好了,下一輪就是做酒漬青 首先我這裡有500克的Cherry 有150克的糖 還有20克的檸檬汁 還有少許檸檬皮 放在冰箱裡 現在我開了去煮 好像剛才這樣在煮 這次就不用煮到什麼 只是煮到溶了就可以了 另外我在煮的同時 就要加酒 你喜歡什麼酒都可以 有些人會加紅酒 加肉桂 加一條肉桂去煮 我呢 這次我就是用白酒 什麼白酒都可以 只要你自己喜歡就可以了 現在我開了 白酒的份量大約是糖 這個是一煮 起床 然後再煮幾分鐘就可以了 現在等等 我加上白酒 和水煮幾分鐘就可以了 那現在可以煮到糖溶即可 基本上 紅酒就會更紅 那現在白酒的顏色就會更淡 我先煮到煮成沸騰 然後再煮到 滾起后再煮几分钟 也可以用其他酒代替 最好是百分比较高一点的酒 也可以用清酒、米酒做也可以 白酒我不放肉桂,我只放柠檬皮 如果用白蘭地或强烈的威士忌 可以放肉桂,带开较浓的味道 煮滚了,煮多5分钟 可以入瓶,入瓶后再放酒 因为这些酒都挥快了很多 柠檬皮不是切一细细 柠檬皮刮到一块柠檬皮 不要用白色的,只要黄色的 用来煮 你喜欢的话可以拿起 煮完之后拿起 现在我直接放在樱桃里面 在酒精樱桃里面 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放在樱桃里面 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放在樱桃里面 好了,现在樱桃已经煮了 它滚了后再煮了5分钟 它已经有点收水了 其实已经够了 我不想它再软了 这个时间就已经最好了 现在就可以放在樱桃里面 这个樱桃我已经消毒过 你们也可以自己消毒 然后放在樱桃里面 看吧 因为樱桃已经软了 我不想那么大力 折它令它烂 因为它已经软了 所以慢慢撥下去 现在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就是还有的 那我就要再加它一些味 你可以趁凍的时候放 我现在想现在放在樱桃里面 如果你趁凍的时候放在樱桃里面 那些酒味就会浓一点 如果你现在放在樱桃里面 它也会有点热力 可以揮发感一点 就没有那么重的酒味 我放在樱桃里面 我就是放在樱桃里面 它的百分比较很高 40%的 我放在樱桃里面 三四匙匙就可以了 另外呢 刚才我煮的酒 其实它的底味也是这个酒 开了这么多 这些酒就很浪费 我都可以再放在樱桃里面 等到它充满多些 下多少因人而义了 但我这一款酒 就不是太高 所以我可以浸在樱桃里面 其实它已经有味道了 因为樱桃已经煮了 让你们看看 它现在是这样的 可以继续放在樱桃里面 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因为它有酒 又有糖的成分 如果放在冰箱里面 也可以放在一年 但是要看它有没有 每次浸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水分 下去会发霉 当然不可以喝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它是可以放在一年 那我今天就介绍了 果醬 和酒继樱桃 希望大家都喜欢 有时间可以自己试一下 拜拜